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能源 今天这一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三个话题 那么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央行开始破例 直接下场来买这些民营企业 主要是房地产企业的发现的债权 比如亲自下场来买债 买债的数量还不低2500亿元 所以今天房地产股票也是大涨 那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就是10月份中国的进出口数据 是罕见的同时大幅度的下滑 那么这个现象可以说在好多年都没有出现过的 现在开始出现了 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进一步印证了这样一个论点 那么第三个要聊的话题 就是中共政府可能要开启在存款 也就是说你个人的净值达到1000万 这样一个人群的重点征税急差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消息在国内议论的也是非常之多 可能很多人还是很关注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说如果你要注销户籍要移民的话 未来这一块可能也要缴税 否则的话你这个国内的户籍 国籍你还注销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海外的人士 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总共要聊的三个话题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鸭行来救助民营的房地产企业 这样一个话题 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你像香港股市中的中国的房地产板块 是集体的暴涨 你像永辉控股 碧桂圆涨超了18% 还有像融创服务 世贸服务都涨超了12%左右 还有像新城控股 时代中国都涨了将近20% 农活了也涨了16%以上 所以中国今天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的股票 是集体的暴涨 那么无来由的集体暴涨 肯定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 对不对 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就是 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官方网站 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该协会将继续推进 并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支持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 那么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就是央行要再贷款来提供资金 预计可以总共提供2500亿元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 那么重点就是支持这些民营企业中的房地产企业 说白了就是给这些民营房地产企业续命 给他们来大量的借资金来买入他们的债券 民营企业现在发债是非常之困难的 境外的美元债 想的别想现在成本是非常之高 而且加上国际的主权机构 纷纷的将他们的信用评级不断的下调 很多已经到了垃圾级 所以融资美元到海外市场上去融资 基本上这条路就断了 那么现在在国内市场 因为很多地产开发商都要倒闭破产了 对不对 它的债券的很多人也不敢买 所以发展的成本很高 那么现在央行印钱 亲自一下子印钱 印了2500亿来买他们的债券 所以可以说是给他们打鸡血 给他们续命 这才是他们今天的股价暴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业大体趋势是这样 现在央行来给他们印钱 主要是为了吊着一口命 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大规模的债务违约 然后保交楼 实际不了无法交房 对不对 很多房子烂尾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任期放送的话 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的后果的 所以中共政府也不敢马虎 现在也是厚着脸皮 开始印钱来给他们续命 那么这可以说又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的货币的超发 对不对 和美元又在相反的路上走得更远了 那么中国的外汇肯定是进一步沉压的 所以说中国的房企是早晚都是要死的 那么现在只是来给他吊一口气来延缓他终结的时间点 但是结局是改变不了的 那么这一点就说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十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可以说也是非常不好 因为进出口是贸易的一个体现 可以说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是高度相关的 所谓宏观经济的三家马车 投资贸易出口 那么这个进出口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三家马车之一 对不对 如果这一块不好看的话 说明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也是非常难看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1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十月份的进出口是意外的萎缩 向往美国欧盟的贸易额大幅度的下降 可以说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 中国首次出现了进出口同时下滑 2020年5月是中国的疫情之后 对不对 那两个月份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惨淡的 但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十月份惨淡的贸易数据 可以说体现出了中共政府 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的挑战 那么出口可以说 这个曾经是中国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一部分原因 基本上主要就是出口的 向日本韩国学习的 对不对 就是说少进口多出口赚取外汇 然后刺激国内的需求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的 可以说前30年都是这么搞的 那么从2009年之后就开始拉房地产了 对不对 当然进出口了也是还在快速的增长 但是房地产慢慢就占据了这种主导地位 目前全球的通胀是急增 还有利率上升是冲击了全球的需求 同时加上中国的疫情风控也是打断了中国的产出和消费 让中国的供应链基本上都被切断了 所以这样综合起来导致中国的进出口是非常之糟糕 我们看一下10月份依据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额同比是萎缩了0.3% 与9月份同比是增长了5.7%相比 情况就是急转直下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就是4.3%的增速 当然这中间也有人币贬值的因素 那么这也是2020年5月以来最差的一个表现 就是中国的出口 10月份的进口也是下降了0.7% 没有达到预期0.1%的微增长的一个幅度 10月份的进口也是下降了0.7% 没有达到预期0.1%微微增长这样一个目标 同时也低于9月份0.3%的增幅 那么这也是2020年8月份以来最差的一个表现 这是进口 数据表明的需求仍然是相当的低迷 中国制造业的沉压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在中国持续不断的这种清零政策的打击之下 加上房地产萧条和全球经济面临着衰退的时候 中国的进出口受到的打击是尤其严重 那么按照单一国家计算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数据显示 10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是下降了12.6% 这个下降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它也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大家注意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赚取外汇最多的国家 那么现在对美国是连续三个月的出口下降 这中间的原因就不用说了 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消费开始萎缩 这是一个原因对不对 通胀不断的上升 老百姓的消费力受到了打压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前两年 从中国销往美国的货物 是销了很多 很多美国的商家都囤积了大量的中国的商品 但是慢慢的卖不出去 现在都在轻库存 所以从中国的进口量就减少了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有中国自己的原因 中国不断的封锁封控 对不对 它的生产的产品 它的供应就存在了问题 那么出口自然就会下降了 这是三个原因 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在9月份 是出现增长之后 10月份也是大幅度下降了9% 这个下降的幅度也是挺大的 那么中国的全球家电电器出口 大幅下降了20%以上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器出口 历来是中国的出口的一个大项 前几名的 还有像玩具的出口也是下降了18% 鞋子的出口也是下降了11% 那么这几类都是中国出口的大头 现在可能受到的冲击来自竞争者 你像越南印度 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还有墨西哥等等一些国家 对不对 所以挤占了中国的市场份额 让中国的出口开始下降了 那么这也是很大一个原因 中国的原油进口量 比一年前猛增了14% 而煤炭的进口量增长了8% 但是天然气的进口下降了19% 那么这一块能源进口的增加 可能主要和中国的搞能源储备 是有关系的 因为实际中国的封锁 是对能源是减少了需求的 很多工厂停工 对不对 交通限制 所以对石油 天然气 煤炭的需求量是在减少的 那么这个出口增长皮软 可能既反映了外部的需求皮软 也反映了这个疫情封锁 导致的供应链的一个中断 那么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郑州富士康工厂的中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苹果公司周日 他预计在郑州富士康工厂 受到青年政策的影响 大幅度减产之后 iPhone14的出户量将低于此前的预期 带向一个郑州的工厂 就是富士康的工厂 因为疯狂大量的员工逃亡 影响到苹果全球的产能 而就郑州这样一个30多万人的工厂 它的苹果手机的产量 占了全球的苹果手机的一半以上 所以说苹果尽管在往印度 等其他国家转移生产线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在中国 那么如果未来像这样继续的封锁 中国继续的封锁 在中国的富士康的工厂 苹果手机如果不能足够足额生产的话 那么苹果可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其实苹果相当于把命门 还是留在了中国 对不对 那么未来我觉得 如果苹果公司要出问题的话 绝对是中共政府给它带来的 典型的就是在中国的生产加工厂这一块 一旦对它进行限制的话 苹果可能会受到重创 那么像这样的企业 把命门交给中共政府的企业 其实还有特斯拉也是一样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的产能和销量 也是占了特斯拉很大的比例的 那么未来如果中共政府翻面 把特斯拉和苹果的这两条生产线 或者说它的供应链给掐断了 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疫情爆发到现在了三年 其实中共一直是坚持这种严防死守的策略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民众也是天怒人怨的 但是习近平为了自己的皇位 还会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这条线可以说是扭转不了的 所以在国内的人还是要早做打算 但你有你的打算 中共政府也有它的算盘 对不对 它会把你的每条路其实都会堵住的 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一个消息 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就是中国政府是计划对这种高净值人群 成立了一个高净值人群的管理局 展开了高净值人群专项的税务击查行动 未来经税四期会采取这种智慧税务的手段 来采集每个纳税人的信息 做出相应的税务人的画像大数据的模块 那么这样一个举措 主要就是针对这种高净值人群 大家说说高净值人群是个什么标准 那么在中共的这样一个标准里面 就是说你的银行存款在1000万以上 这样一个人群 当然很多人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那么未来他如果再放宽一下条件 就是说你的资产总额超过1000万的人群 他也给你算这种高净值人群 对不对 其实他要对你征税也是有办法的 所以现在开始采取这种智慧税务的手段 就是来对他们进行征税 这是一个定点的收割 我们想之前中共的财政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的 现在公务员很多事业单位都发不出工资 而且很多服务店都在看对不对 而且加上中国的地产这样一个税源 就是卖地这样一个收入 可以说基本上都断掉了 导致了地方财政出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他们在想方设法来广开财源 那么现在就打到这种高净值人群的身上 改革开放40年了 其实富了的是一大批的中产 真正在顶层的富豪其实还是占少数 最大部分都是中产 像北上广深这样的 有房有车的 然后有一定的资产的 对不对 如果他针对这块人群 未来进行征税的话 还是很有文章可以做的 同时中共近期还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针对移民人员将出台这种注销户籍税 就是说你要注销你的户籍 要向他交税才能注销 每个想离开中国的人 都必须到税务机关出具清税证明 你才能完全离开 或者说你想取得国外国籍的 那么你必须要缴完税之后 你才能在国内的资产进行清算 对不对 其实他要整理有的是办法 我觉得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其实很多人移民出去了 但是很多国内的资产 还在国内没有处理 对不对 那么你未来了 你如果真的想处理的话 他要你提供这种注销户籍的证明 注销你的国籍的证明 对不对 你有没有了 你没有的话 那么对不起 你要交钱 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和绿林好汉的 此树是我栽 此山是我开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不交钱的话 你就别想走 基本上就耍牛蒙的手段 我觉得现在这种形式 他们这样的事情也是做得出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移民的计划 或者说已经移民的 对于自己的资产怎么处置 还是要有一个盘算 不要被中共政府薅了羊毛 那就非常不划算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 点赞 接下来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 光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 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 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嘉勤 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 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女士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2000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30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50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 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 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80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封业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利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